大家好,欢迎来到Open Source AI的议程 我是议程主持人Beauty 现在这一场议程是要我们的一个远距议程 做过ML或是AI的人都知道 做这样子的一个题目最困难的事情 下来都是资料收集和标注 从过去人工标注到现在发展出来 办监督或是做监督的资料标注方法 那本场议程讲者Eason将分享使用开源套件 SnoCal进行文字资料处理与标注的方法 同时透过多个实作范例讨论资料 增幅对AI研究利与弊 那本名议程为远距议程 问题可以打在我们的HackMD的slido上面 那讲者目前在线上 待会会为大家进行一个Live QA 那我们就开始播放影片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场议程 今天的主题是使用SnoCal增幅你的资料 那我是讲者Eason 我现在来自我介绍一下 那我的名字叫陈医生 你可以叫我Eason 那我现在在师大都学习科学学士班的五年级 同时也在一个区块链的新创Coolheart担任研发 那我同时也继续在学校 就是保留学籍做研究 因为我很喜欢做研究 这个研发狂热分子 那我最近的研究都跟自然语言处理有关 所以我也用了一个套件叫SnoCal 那我今天就要来跟你分享 用SnoCal来做自然语言的资料处理 那今天我们会先来介绍SnoCal 然后介绍用它来做资料集的创建 然后用SnoCal去做资料的征服 然后再来讲一下资料征服的一些注意事项 还有有人发现资料征服反而有不好的效果 那因为我今天录影的时候是在一个宿舍录 所以可能回音比较大 那品质比较不好 那所以如果你中间有任何问题就请你留言 那我会看 然后最后可以一起去做回音 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做讨论 好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先来讲讲SnoCal SnoCal这个字在英文 它其实是我们浮潜用的呼吸管意思 就如同图中你所看到的这个东西一样 那这个套件的名称就叫做SnoCal 你可以直接透过Python的套件把它安装进来 那在SnoCal它这个套件开发的中心是认为说要打造一个成功的AI 最关键的事情并不是你的模型选择 或你使用的演算法或你的设计架构 最重要的其实是你用了什么样的资料去完成训练你的AI 所以SnoCal是一个关于data的一个架构 那它可以帮助你来处理你的大数据 因为像现在这个世界我们到处都有大数据 那动不动就几千万一笔 那这些大量的数据其实很难去做后续的处理 那SnoCal就可以帮上忙 那SnoCal它的slogan就是它的终极 就是要你用程式的方式去打造你的训练资料 让你可以不用一个一个的去处理 那具体来说就是在创建资料子的时候 传统来讲都是用人工的方式去一个一个的创标资料 那在SnoCal它就可以帮助你说你只要标一部分的资料 那SnoCal就會自动帮你把剩下的资料 透过你已经标记的资料做参考把它标记出来 那更甚者是SnoCal它可以透过Week Labeling的方式 让你只要写好资料的规则 你甚至不用人工的去标资料 它就可以帮你把资料都标记出来 那这就是它厉害的地方 那就先让我们来讲一下Week Labeling 那再带回到前面的部分 Week Labeling它就是在我们标资料的时候 如果要人工标记 但是你就没有人力资源 你可以完成资料标记的时候 那SnoCal就可以使用Week Labeling 直接帮你做标记 那就是Week Labeling简单来说 就是在你标记的时候它会写脚本 你会写一些规则来做标记 那这些标记它其实很弱 就是它的准确率可能很低很低 就是可能只有0.6这样 那就是很糟的标记 但是你只要做了够多的标记 就算你的标记 一个标记它很弱很弱 但是如果你有很多很多个很弱的标记 那它就会达到一定的覆盖率 并且能够有很好的表现 那就像我们用Random Forest的时候 它其实每一棵树 决策树每一棵树它都很弱 但是它你把每个树集中在一起 都全部汇整在一起之后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强的预测模型 那Week Labeling是类似的效果 就是你对每个Label 你下的那些Label的规则 它可能很弱 但是你如果有足够的Week Labeling的指标 它它们可以汇整在一起的话 那它就可以做成一个很强的标记 这是Snowboard的宗旨 那它就有发了一些paper 来说明要如何达到这件事 那我会作为这个paper 做一些简单的摘要 就是简单来说一般来讲 就是专家可能可以标出一部分的资料 所以它可以透过规则去识别出这些资料 它们有的一些特征 共同的特征 那它们就会把这些特征写成一系列的规则 那Snowboard就可以再根据这个规则 就是把后续其他资料集里剩余的资料做标记 那就可以涵盖到资料子里面很大部分的资料 那可以达到很棒的效果 那举例来讲 就是如果我们用一个span的dataset 就是它是专... 就是如果有人是来span你的资料 就是它来烂发讯息 就假设我们有个YouTube影片 然后它在下面乱留言 像这边就留言什么XXX余六层现实特价 或者是要你去看它的影片 就这个留言是跟这个影片没有关的 那它就会被归类为span 那如果是正常的留言 就像是这个时间点 然后这个猫很可爱 或者是它对这个影片有所评论 那就是一个正常的评论 那Snowboard就可以透过这些规则 去想办法找出span的资料 那就是我们可以看这些span的留言 它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共同规则 就像是如果是span的留言 它就会讲到特价 讲到投资 那讲到有放一个超连结 或者是要你去check out什么东西 就是要你去看什么东西 或是要你去订阅它的频道 那这些规则就可以被我们所发现 那就可以在Snowboard中被利用 那具体来说就是我们会写一个labeling function 就如图中所示 就是我们引入Snowboard的labeling function 然后把它装饰笔标起来 那就只要在检查的时候 看这个文字 我们输入的文字 是不是有符合这个规则 那如果符合的话就可以回应它是span 那不然就是我们不知道 absent 就是不知道 这样 那就可以 像这边就是我们在检查 它有没有check这个字在里面 或者它有没有超连结在里面 那这个每一个其实都很弱 因为就是传统的留言 就算它是正常的留言 它可能也会有check或者是超连结在里面 但是如果很多的规则放在一起 并且对这个留言都成立的话 那我们在Snowboard 它就认为说 这边有足够多的弱标题 认为这个留言是span 那它真的很弱就是span 就是它会把所有的week label 汇整在一起 它变成一个比较强的label 对 那在这边完成这个演算法之后 我们还可以透过span code 快速的去看 你现在定下的规则 到底涵盖了多少的留言 那像这边我们就可以去看说 它现在涵盖了 所有有check的包含了25.8% 那就可以画图去看说 我到底有多少成分 是已经有被包含到 它们又有多少的抽叠 那除此之外 这个labeling function 它也可以用regress regress或者是ml的model去做标记 那就可以做到更复杂的东西 像是如果你可以看说 这边有让你投资什么东西 或者是你的模型 你预测它的门槛大于0.3 那它就是stame 那你就可以做到更复杂的标记 那甚至也可以直接整合一些回归 或决策出的模型 在弱标记里面 来让你做汇整 那最后呢 就会有每一个label都会出现 那你就可以看 snoacle 会帮你整理出它的盘概率 它们有多少的重叠 然后跟其他的指标 有多少的是冲突的 所以它会帮你全部都整理出来 那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工具 然后呢 最后它会用一个函式 在它的文件上有写 叫stomacle label and label model 那它会帮你去看 就是这些东西 它要怎么整合在一起 那它这个整合的过程 就牵涉到它使用的几率 它假设就是前那边 每一个label function 它都是独立的 那在独立的情况下 它就去看怎么样的整合 才可以让它们的冲突是最小 然后呢 是可以用最合理 几率是最高的这个盘概率 那这边就是它会用这个 函式去做汇整 那更多的话 你可以去看stomacle的官方文件 就是它的官方文件 会讲到说它怎么用 这个前面提到的这些功能 去完成一个beta labeling的过程 那在这边 因为后面还有内容 就先不做赘述 那接下来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用 wit labeling来开dataset 那其实在传统来讲 我们还是多多少少 会有一些人 可以去做资料集的标准 那就像是我们可以用 crossourcing的方式 像中包 就我们现在每次要去验证 证明自己是真实的人类的时候 google就要我们去辨识一下 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飞机啊 或者是有没有火车啊之类的 那这其实也是一种 crossourcing 就是把这些资料都包出来 跟我们去做验证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它的好处是它的准确度非常的高 那它的缺点就是很容易有矛盾的标准 他们有时候就会故意去骗google的演算法 说 哦没有我觉得那个火车是黑系 然后他还是会给我过 因为他是 他不要跟我要资料 他这个只是 没有真的要辨识我是不是真人的 那这就会有矛盾的标准 或者是可能有的资料 完全没有人去标准到 就是可能演算法分配不均衡 所以可能有五成资料 很多人标 那剩下的五成资料 没有人去做标准 对 那Snowcore呢 他可以去把每个使用者的标记 去视为一个标记函数 那去做投票 然后去做降噪 那再去做整合 那整合之后呢 他可以再透过一系列的方法去 类推到其他的函数上 那这个类推等一下会再说明 那我们现在讲一下 Golden and Silver Data Set的定义 就是在研究上 那我们会有金资料级跟银资料级 那金就比较宝贵 就是很宝贵的一种金属 那所以他其实 Golden Data Set 就是我们人工标记出来的资料 是最宝贵的资料 那之后呢 我们也会用张Golden Data Set 去创造一个Selver Data Set 那就是用演唱法标记 那套用在重包上 Golden Data Set 可能就是那些重包的伙伴们标记出来的资料 那Selver Data Set 那用Selver Data Set 用Selver Data Set 就是他会把每个人的人工标记 视为一个标记函数 那假设我这边有十个人 那这十个人 就会是十个标记函数 那他会像我们前面显示的一样 他会去算他的涵盖率 会算他们的重叠 然后还算他们的冲突 那也会算出他们总共涵盖多少的资料 那之后呢 他也会再用 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函式去做 那个汇整 那这个函式他汇整的时候呢 你可以选一个功能 就是他会让你去帮你去类推 就是透过你既有的资料 那他有一些 那个机器学习模型在后面 你可以先去类推出 剩余没有被包含到的资料 他就会帮你推测 他的Label到底是手 那就会让你可以有完整的涵盖 然后呢 就可以去做一个模型的训练 那接下来是资料征服 那资料征服 我现在讲一下他的英文 叫做Data Augmentation 那就是我们每个资料都会 频繁的去训练 在每一个Appleach 都会再重复的读一次 然后再练一次 那这个其实就我们 会不断的练到重复的资料 那就有人想说 为什么我们不去 就是把重复的资料 去想办法 让他再 变得更丰富一点 就既有的资料 我们 假设是自然语言文本 那他可能 如果一句话 那我可以用 同意字 把它在这一句话里面 让他变两句话 然后把这两句话都送到母亲去训练 那这样也许 模型就可以有更广的见识 那所以他就是会把资料 新增一些变音 然后让这些变音 再让他变得更漂亮 然后让他变得更完整 就可以有更广的效果 那举例来说就是 假设我有一句话 叫做 I hope to know this awesome tool earlier 那他这枚 果化孔色标起来的字 就是他可以去 用同意字去做替换 那替换之后呢 他这个意思 其实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 这个情况 去做资料增幅 就是假设在这边 I hope 那他可以就换成 wish or want 那我们可以换成 learn or notice 那后面也是 那他这个换的过程 就可以达到一个 就是可能一句可以变三句 然后这边又可以变三句 又可以变三句 那可能就是三个三次方 然后再乘二 那就可以有很多很多很多的 资料 就可能一句话 就可以变成很多句话 那这就是一种资料增幅的办例 那Sproco 对于NLP的资料增幅 有提供非常友善的教学 跟支援 那你就可以用snorkel 把你的资料量大幅的提高 是 那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办例准数码 就是snorkel 它是怎么去跑的 就是它会使用一个号键叫NLTK 那它可以去用它的WordNet去找出它的香就是同意词 那如果有找到这个同意词的话 那这边的还是做法就是它如果找到这个字的同意词 那就去把这个同意词回传并且做替化 好 那这样子的结果就是呢 那这样子的结果就是呢 它可以再用一个snorkel的还是叫Transformation function 那它就可以去把你把每一 假设我有一个句子 它就会可以帮你把这个句子去做同意词的转换 就把这个句子每一个字 有可能的同意词都给它换掉 然后呢 帮你把一个句子可以生成出好几个句子出来 那它也会帮你去指定说你要换的词性 那是一样的 那这样子放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透过snorkel来达到资料增幅 那它给的办例上就是你可以从一句话 然后就可以 那可能本来这一千笔资料 那可以变成好几千笔 甚至几万笔 那就可以有更多的资料去训练 那在它的结果上就会发现说你的准确度提高 那你模型的那个类推力也提高 那这边就是资料增幅的部分 那这个范例都在它的官网上 就是它有一个官方文件可以去看 可以有更完整的认识 那最后呢 我们再来稍微讲一下 就是我刚刚讲到资料增 就是可能从有限的资料 我们可以透过替换同意词 然后呢 就是让它变得更多更多 但是就也有人对这个方法提出质疑 就是说那这个资料增幅它是真的有帮助吗 还是它其实会导致模型的效果降低 那就是有Google那边有发了一篇论文 就是讲说就是我们把 就是他们把资料的那个 他觉得资料的重复的东西太多了 他把它去重复化 Dedificate 然后结果发现说模型的表现反而变好 那因为我们刚刚讲资料增 那我就想说这个也可以顺便提一下 那让大家有一个均衡的观点 那这篇论文它的重点就是他们 就是创造一个工具去把那个资料可以去去重复化 那这个工具也有开源可以给大家使用 那他们就去评估这个去重复化的效果 然后发现说它其实有很多的帮助 那第一个帮助是他们发现说 就是你如果你的资料是很多重复的 那你在去做训练 那个Cross Validation 就是你在做训练资料跟测试资料分割的时候 很可能会有测试的资料 它有被包含在训练的资料里面 就可能它一部分是在训练资料里面是一模一样的 那就会影响到模型在之后 累推到其他的 不是在训练资料也不是在测试资料里面的资料的效果 所以他就发现说你要去重复化之后 可以解决这个TrainTest Overlap的问题 那就可以达到比较好的 比较客观的评估 那第二个原因是他们在这个研究之后发现说 你把资料去重复化 那资料量就变少了 那模型练起来就比较快 就是他可以发现说他其实练得很快 然后 sorry 他练得很快 然后也可以花了更少的时间就完成他的训练 然后呢 就达到同样的效果 就同样的准确度 然后呢 他们甚至发现说 如果你把资料的重复化拿掉 那他其实比较 模型比较不会练到 练过头 练到要去 会去把训练的资料记住 就如果你去做 那个自然原生成的话 你做太多的资料增幅 那他的资料重复率很高 那他可能你电话号码都是一样的 那他就会很容易把电话号码记起来 然后呢导致那个原始资料的隐私被外泄出来 但是如果你把他就是去重复化 把一些就是电话号码 一直重复出现的电话号码或人名那些都拿掉 只留下一两笔话 那就比较不会发生就是模型把你的训练资料记下来 然后呢 就是结果在最后在输出的时候 又把你的训练资料吐出来的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们发现了第二个原因 那关于他们是怎么去去重复化 那他们就会去找片段的重复 或者是token出现的重复的这个频率 或者是去做一些相似度的比对 那如果重复度太高 就会把他去重复化删掉 这样筛选出来 那我个人认为 对于他们资料级去重复化 或者我们更前面讲到资料增幅 我个人的看法是 如果你是一个很大的数据集 那你去抓别人的大数据集 那你要去可能可以检查一下他的重复率 那如果有重复的资料 你可以把它删掉 那看会不会提升你模型的表现 但如果是你自己收集的小数据集 那他其实是你自己收的 那你也知道他没什么重复率 那你反而可以尝试去增幅他的资料 让他的资料可以更多元一点 然后呢让你的模型训练的那个 F2就是循环次数少一点 但是他每一次循环 他有更多资料可以去训练 那这样子也许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在增幅的时候 都一定要注意要把训练机跟测试机分开 那确保说他是不会去做到污染 那不管是你要去增幅 还是要去重复化 那工具多一点总是好 那各种方法都试试看 那也许你就可以找到一个最适合 你现在这个专案的方法 来处理你的资料 那所以今天的这个议程到这边告一段落 就是我们讲的Snorkel的介绍 还有RAW的标记 还有金银的资料级的创建 还有再讲到的资料的增幅 还有资料的去重复化 那就是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那希望你可以留言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那就谢谢大家 好 谢谢 那现在Eason的部分 嗨 大家看到他吗 OKOK 那就是 好那想请教 现场没有人有问题想要请教Eason 目前没有 那我想先请教 我看到Style的问题 OK那麻烦就是先 您可以萤幕分享吗 我吗 对对对 好 我直接分享 那我先把Style全萤幕 好 就是第一个是讲到说 用Week Label 来标记 自动标记完了Data 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 就是确定正不正确 那这样的话 我会建议就是我们 通常还是会有一个 新资料集 就是你 通常资料集会有一部分是已经 标好的 那你可以先用那个已经标好的去试试看 你的那些标记 还是看他们涵盖了多少部分 然后也可以看说他们 你标好之后 他正不正确 这是第一种 就是你用已经有标记的资料 先来试跑你的Week Label Function 那第二种做法 就是你可以人工的去看 就是你可能用 那个Jupia Notebook 有一些互动的Widget 那你可以用他们去 就快速的扫过所有的资料 去检查他到底是不是正确 好 这是第一题的部分 那第二题的部分 他说 用 规则增加是变成任务的训练资料 但是多个可以用 简单规则或效复杂的规则 那 复杂的都有规则的素材 就是简单的规则 就像是你可以用说 你的这个 自然语言的文本 有没有包含特定的字 或者是有没有包含特定的 特定的 符合特定的正值的表达式之类的 那复杂的规则 就是你可以 训练一个 就是可能训练一个 regressive的模型 或者是训练一个分类的模型去做标记 甚至你可以套transformer之类的模型 那他可能会跑得比较慢 就是有各种的方法 那在实物上的话 就是我都会用 反正他会去投票 所以我会多放一点 但是在我电脑速度 可以跑比较慢的 比较可以接受的情况下 去跑 这样 互动的widget 有一个 就是Jupyter 然后Interactive 就是有一个套件 就是有一个套件 他就叫这个 ipod widgets 这样 那你就可以去看 然后把它贴在共笔 就是它是我个人用起来蛮 就是可以快速检查自己 整理出来资料到底是 因为它可以drag一个bar 这样 好 这是目前slido上讲到的部分 好 谢谢Eason 那想请教现场还有没有 余会者想要问问题 如果都没有的话 因为我们议程到50分 可是讲者下一场 他有一个议程是警戒者 那没有问题 欢迎就是再透过一些 Eason刚刚提供的联络方式 联络他 那我们这边就先谢谢Eason 然后请他先去下一场 好 谢谢您 谢谢 那下一场议程10分钟后 15分钟后开始 然后欢迎再回来我们最后一场议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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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一个 因为昨天跟今天的环境 有好像有做一些新的设定 我们check一下比较安全 对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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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期待 谢谢大家 还要比较上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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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歡迎來到OpenAI的最後一場議程 那本議程講者為王宗諺先生 他是一個platform software architecture 主力負責開發OpenFinal toolkit 在深度學習應用軟體開發 還有客戶支援以及生產系的推廣為主 那這個 toolkit 主要為Intel主單元 不像有高能盤的硬體設備 早一台筆筋腿開始 目前有廣大的學習社群 可以超過三百個域學院模型 現在讓我們歡迎宏諺先生 為我們導覽一個初學者 怎麼可以快速入門OpenFinal 好 謝謝主持人的介紹 我是王宗諺 很高興可以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這個OpenFinal 我想就是說我今天要討論的主題是 就是說用你的筆電也可以做AI 對 那其實我滿好奇的 在場的各位就是說有在玩AI的 應該說沒有在玩AI的請舉手 OK 欸不錯 好 那如果有在玩AI的人 你覺得說就是做AI 一定要有一個外接顯示卡 就一般的CPU是做不到的 覺得做得到的請舉手 應該是沒有吧 好 那今天就剛好透過這個機會 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呢你如果沒有做過AI 那你會發現說 你要去弄一個AI環境 來學AI其實對一般的人來講 是非常複雜的 對 那我們今天就是說透過這個工具呢 讓你可以快速的去玩AI 那你不用很複雜的工具 就可以很方便的上手 對 那我先來表明一下 雖然我在Intel啊 可是我今天沒有代表Intel 你可以看到這個彈珠商上面都沒有我們 對 那我去跟不同的單位要過錢 那要不到 所以不在上面 那希望明年看看可不可以有機會要到 那我今天就是代表我自己來參加這一個 就是分享這樣 好 那其實在講這個我們就是先分享一下 那其實這台科大我在就是2002年從這邊畢業 所以我其實還蠻就是來這邊上課 我還蠻就是那個感覺很很特別這樣 對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 我是2000年就開始在做Linux Kernel 對 那其實Open Source是大概1998年 好 那我是2002年畢業嘛 所以那時候你要畢業之前就會想說 什麼東西很有趣啊 然後比較有產業的需求 好 那那時候2000年最熱門的就是Open Source 然後就是資訊家電 好 那就是現在大家講的什麼Edge System 好 那以前叫做什麼資訊家電啊 或者是嵌入式系統 對 那2000年的時候 雖然我是念機械系啦 那我是念那種那個控制組 所以我們其實需要寫蠻多程式的 好 那時候我發現說 Linux Kernel它是有Open Source 那以前他一開始是他的老師 Linux的老師好像叫Tenebon 在那個是波蘭還是什麼地方 那個賀爾辛基大學對波蘭 好 那我那時候就去買那本書 然後我看了Linux Kernel Source 我說好神奇喔 怎麼跟書上寫都一樣這樣 對 那時候你就會發現說 我學這東西非常有成就感 好 那你學的跟你看的都一樣 而且你就可以簡單的拿幾片磁碟片 然後就可以重現那個系統 好 而且其實你在2000年之前呢 你可能在學程式啊 Open Source非常少 好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 我不知道這個時間點很剛好 就是說我不是一個資訊相關科系 可是我也可以透過說 這些Open Source學到很多東西 好 不只Linux Kernel 好 那時候我在學校上課 也有去上怎麼Compiler啊 訊號處理啊 你會發現哇 這跟書上寫都一模一樣 就很震撼 好 其實我為什麼會這麼覺得 就是說我是念機械的 好 我們念的東西跟做的 就完全不一樣 對 那個就是落差非常的大 好 那比方說我那時候在學校 有帶電子學實習 好 那跟寫程式 哇 怎麼都跟書上寫的一樣 你非常的 不會說書上學的東西 跟你真的做的東西 是完全是兩回事 好 對 好 那其實這邊我要跟大家分享說 那個Open Source非常好 好 你可以看到說 欸 我的一路來的工作 好 從第一個工作 我是去做那個Linux的一個Driver 那時候我們做的是 就是以前那個錄影系統都是用錄影帶 類比的 好 那2002年那時候就是 那時候有911嘛 那時候我還在念書 那有一天晚上在CN是說 奇怪怎麼一台飛機撞到一個大樓 那是電影嘛 對 那後來那個911是真的嘛 對 那從那個時候呢 大家就很注重這種監控系統 對 那我第一個工作就是去那個監控系統那邊 去做一個那種 就是整號的那個簽字系統 可以用Linux 然後可以數位化 以前都是錄到錄影帶 然後後來我們都是錄到那個什麼 就是硬碟裡面 對 好 那做了很多年之後 欸 2009年那個什麼 其實這中間我有做一些Windows Mobile 那其實Windows Mobile跟Windows CE 我不知道大家還知不知道 對 那如果有一點年紀可能會知道這樣 對 那其實他有一點那個Open Source 所以那時候做起來也很開心 就是吧 有Source Core 其實就是那種感覺就是說 你不用再重新發明輪子 好 那很多東西你都可以去參考別人 然後再把你自己的聰意家長去這樣 好 那做的就很開心 然後其實我在學校的時候呢 就Linux 大家比較常 那時候比較常見的是那個X86嘛 就是Intel系統這樣 好 那後來這種簽錄式系統很紅的時候 就是有Mips 好 然後有那個叫做Arm 對 那這幾年我也做了很多Arm的東西這樣 好 那2009年就是那個 就是Google出了Android嘛 對 那時候就是成績很久的那種 Linux系統其實在很多 很多奇怪的東西裡面都有 比方說基上核啊 一些網路的Gateway 我們講那個去買那個無線AP 好 那直到那個2009年 他那個什麼就Android出來之後呢 他有點就一統天下 就把這種有顯示功能的東西 全部都轉到Android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什麼Android Auto啊 然後有一些平板啊 POSE啊 然後還有一些電視什麼的 你現在買一些智慧電視一打開 其實它就是Android 對 那就是這個時候呢 那我就 對 Android也是讓我又去找到另外一個 就是外商的工作這樣 好 那其實 大概2009吧 還是0708 那時候我想說 我這輩子應該不太可能 到Intel去工作 因為那時候 Intel他要的是什麼 他就是要Hawai 好 那還有 你當然可能有聽過BIOS 就是你電腦開機 有黑黑的畫面 對 那一些設定那就是BIOS 對 好 那想說 這兩個我都不做耶 我應該沒有機會 可是就是因為這個Android的智慧型手機呢 我到2014年就加入Intel 對 可是呢 我因為在前家公司 我去做了就是Android手機 好 那台灣呢 跟大陸的廠商我都去支援過 我發現台灣一定是做不起來的 好 那再來就是說 我說Intel也不會成功這樣 所以你會發現說 我去我沒有去加入那個 手機部門 我去加入IoT的部門 對 那IoT 我一進去的時候其實不叫IoT 好 那我一進去看 這東西不是跟我2000年做的東西一樣嗎 好 只是換了個名字這樣 好 那 其實就是IoT一直往下做呢 那2016年我又開始改變方向了 好 那第一個就是說 在OpenSource其實 IoT也有很多OpenSource的東西 好 那2016年呢 因為Intel有在轉型 好 那時候我們公司大概 我記得正值跟非正值的人加起來 全世界有大概20萬人 非常驚人 對 那可是就是說 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那時候手機做不好 聽說一年要賠1000多億這樣 台幣 所以就是有人要轉型 轉成一個叫做 資料導向 Data Centric 資料中心的公司這樣 就是說以前Intel都在講說 什麼地方有計算 就會有Intel的那個CPU 或者是硬體在哪裡 然後它要轉成是哪邊有資料 那你的硬體就在哪裡 這就是很IoT有沒有 因為IoT的目標就是要資料在哪裡 我就要把它數位化這樣 好 那時候就是轉型嘛 然後就裁員 然後全世界都要裁了至少10%這樣 那我想說 那個Kernel Linux kernel做好久 我是不是要想要去做點別的 那剛好就看到這種AlphaGo的新聞 我想說我們AI好像很有趣 那時候在學校的時候也碰過那種類神經網路 那只是那時候覺得 這東西能幹嘛 加減成竹都做不好 對 後來就是說 我去看AlphaGo 然後我想說好吧 那個Computer Vision好像很熱門 然後我就去挑一些比較複雜的 比方說自然語言處理 或者是那種統計 Machine Learning相關 然後後來才漸漸的做到Computer Vision 那你可以發現說這個時期其實 Open Source還是很重要 就Python 還有相關的Deep Learning這些Framework 那最後呢就是說 我們公司也是往這個地方在走嘛 所以2018年之後 我們就出了一個工具包 叫做Open Mino Toolkit 然後它就是 其實大家心裡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那個時候我記得有一個新聞很有趣 就有一個人說 我願意花50萬 你幫我把 那個Deep Learning學習的環境架起來 那開了50萬在PTT上面 沒有人要接 那後來他好像就是說 他公司找了一個 實習生懷幹嘛的 然後花了15萬就做完了這樣 對 可是你可以想像的說 可以想像到說 2018年其實你要自己去做一個AI 你剛把環境架起來 是非常痛苦的 對 那其實從2018年到現在呢 經過了4、5年嘛 那我們可以發現說 其實現在AI已經不是像一開始2018那時候 那時候 大家就覺得 好像那種魔鬼終結者 你只要講AI 他就什麼事情都會做 那大家已經漸漸的知道說 AI有什麼可以做 有什麼不可以做 可是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好像那個 一二十年前 你可能要去開個Word 打個文字 就是輸入做一個文件很複雜 那我現在覺得應該是隨便的人 就是高中生或者是國中生 其實你電腦打開 你可能一個記事本 那一個Word 你要做個PowerPoint 其實都很容易 那我相信AI呢 在2018年很難 再過幾年之後 其實它也會像一個Word 或PowerPoint一樣 其實你不用太在意說下面是什麼東西 你就是拿來用這樣 那我們也是往這個方向 其實整個科技就是越來越好 越來越用 你不用去太知道太底層的東西 那這個是一個方向 那我相信OpenSource 可以讓這個是一個 可以達到的目的 因為其實很多科技大廠 他在做一些東西 他根本不考慮消費者 對那真的使用者 那你要達到那個目標 你一定要透過OpenSource 一定要透過Community 才可以達到那個目標 那像我們最近也是說 除了大學 像我們七月初還有前幾天 我們也去那個就是惠文高中在台中 那我們有把這些課程呢 就是推給這些高中生 那其實全台灣的那個高中老師 大概有就是近百了 你都來上過一些OpenMino相關的課程 好 所以呢 講了那麼多 那我今天的目標是什麼 就是說 我想要讓大家知道說 什麼是OpenMino 我今天不會講太細節 因為OpenMino很多 可是要不要擔心 我在最後面呢 會有一些大放送 你如果想要深度去學習 有很多學習資源 好 那你學會之後呢 好 我們希望就是說 你用它 你不會有AI沒關係 你可以用它來學AI 好 那再把你學的東西 貢獻給Community 好 那這樣子 整個我們台灣的產業呢 或是 應該要整個台灣的社會 大家對AI就是 隨手拈來就可以做了 好 那整個社會在AI的方面 就會做得更好這樣 好 那就是說 這個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那第一個什麼是OpenMino 對 那我讓大家有概念 其實過去這幾年 我收集了很多東西 好 那其實有些東西我覺得理所當然 那當我去研究所大學 那跟高中老師 高中學生分享 我才會發現說 其實這個不理所當然 對 其實我像我去那個 去年我有去某間高中 那我跟同學說 請按一下你的那個 Windows系統的開始功能表 然後就有人在那邊待住了 問我說什麼是開始功能表 對 那我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這種感覺 就是說 有些東西你覺得理所當然 可是 其實很多事情 不是理所當然的 所以我會在第一個部分 跟大家說 欸什麼時候 然後知道 把一些迷思去掉 那你真的在用它的時候呢 你才不會把它用錯地方 好 那雖然你知道了之後呢 那我就會給大家一個簡單的概念 為什麼這東西很好用 你就算不懂AI 你只要會一點Python 那你可能就吃幾行扣 就可以做一些簡單的AI應用 那更進一步就是說 你想要你已經很熟AI了 可是你覺得 欸怎麼可能 用筆電就可以做AI 或者是說 什麼樣的方式 就算高中生 國中生過來 他把這些都兜一兜 也可以做一些AI的應用 那你就可以在這個 OpenMino Toolkit的demo 這邊找到更多東西 那最後面這個安裝 我可能就會跳過 其實很簡單 我想在場的各位應該都安裝過很多軟體 那你就一直下一步下一步就好了 這是安裝的步驟 好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什麼是OpenMino Toolkit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一直在講說AI的時候呢 其實大家都很長的時間在討論說 我要訓練一個AI模型 那這在2008年的時候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們來看一下 訓練跟這個OpenMino 它強調的推論他們的差別是什麼 你今天如果你要訓練一個AI模型 那AI模型其實 大家常講的就是深度那個 類神經網路嘛 DNN 它就是一些神經元這樣把它串起來 然後很多層叫DNN 那你就給他說 我今天這個模型呢 可以做影像辨識 那你就給他100萬張照片 你把模型餵給他 照片餵給這個模型 比方說你為了腳踏車 這個模型說我算了之後呢 我覺得它是草莓 這是錯的嘛 那你就會有一個叫做Aero Function的東西 它可以去修正你這個模型裡面的那個全重值這樣 那接下來他可能訓練的大概就是可能100萬次好了 你真的把腳踏車丟進來 他就說我是一台腳踏車 這是一個訓練的過程 那這個過程呢 就像我們所認知的 你會需要一個很強大的計算資源 因為你要算幾百萬次 那資料量很大 那其實你也可以用一般的資源 可是你可能要訓練一個月 那你計算能力很強 你可能一個小時就train完 那你就會跟人家有落差 人家一個小時就知道結果 你要一個月才知道結果 那你今天train完之後呢 我這個modeltrain完就是要拿來用 我希望我把這個模型放在那個十字路口上 那我想要監測說 這台車過來是摩摩車 汽車還是腳踏車 那如果我希望說 如果腳踏車過來的時候呢 這邊可能是一個特別的閘門 我要把這個閘門打開 你這個模型就有這個功能說 我可以判斷說 這個過來的東西是 汽車還是腳踏車 所以呢 他這個過來的腳踏車呢 一定是跟你訓練的不一樣 可是你這個模型還是要能判斷 那我們就是把訓練的過程呢 他的這個權重跟那個bias 把它固定下來 這個模型有辨識腳踏車的能力 那這個就固定度 那我就只做推論這件事情 所以他相對來講就是說 他的運算資源就不用這麼高 可是呢 你要怎麼把這個東西 放到你的那個馬路上去 這個就是一個很困難的地方 好 那我們大概就是 從這邊可以知道 訓練你要把 模型裡面的權重跟偏制值 一直調整 調整到它可以認識腳踏車 你調整完固定之後呢 你就拿來用來做推論 可是這兩個過程是一樣的 表面上是一樣的 可是底層有一些小差異啊 他可能需要一些記憶體啊 然後有一些空間是不太一樣 可是他們做這種計算的過程是一樣的 這樣 OK 那我們再往下看 對那這個是 我最常被遇到 問到的問題 其實我常常去 去不同的地方 可能講一個小時 然後大家還是聽不懂 OpenMino到底是什麼 那這邊呢 我們從左邊來看 就是說你今天 你可以拿任何一個 深度學習的訓練的框架 就常見的 TensorFlow Keras 或是PyTorch 然後你可以透過 OpenMino這個工具 它可以把你的模型呢 最佳化 就像我們把C-Code 會坎派合成一個中介碼 然後它把它變成一個中介碼 然後呢 再透過這個CPU的Plugin呢 把它用成機器碼 Rong在不同的硬體上 所以它能做什麼 它就是 把你這個框架的模型 訓練好的模型 最佳化之後呢 Rong在這些不同的硬體上 那其實呢 如果你今天你很熟Keras 或很熟PyTorch 那你在訓練的時候 你這個機器沒有裝GPU 其實它還是可以跑嘛 它也可以跑到Intel CPU上 然後它跟你透過OpenMino的差異在哪裡 就像我們這邊所講的 如果你使用OpenMino的話 你不只可以弄在CPU 你可以弄在 OK Intel的CPU 其實我們用CPU會誤導 我把它說Intel這個呢 叫做處理器 那這個處理器裡面有CPU 然後它也有內建的GPU 所以你弄在Intel處理器 你如果用一般的框架的話 你只能弄在這個處理器的CPU上面 OK 那如果你用了這個OpenMino之後呢 你除了處理器裡面的CPU 你還可以弄在處理器的GPU 那Intel還有除外接的加速器 你也可以弄在Intel的VPU上面 那假設說我先不管說我可不可以弄在GPU或VPU 我都弄在IntelCPU上會怎麼樣 你如果沒有用的話 它的效能就是一般的效能 那你用OpenMino效能就變快了 那我們的實驗結果 一般都是兩倍到四倍以上的效能的提升 這樣子 所以OpenMino是一個什麼東西 是一個加速深度學習模型推論的工具包 你有用跟沒用 就是效能不一樣 而且呢你買的處理器裡面呢 都有GPU 那你用這些Tensor Pro PyTorch 你是用不到GPU的 你用了OpenMino呢 你要用GPU就很方便 你只要在你的API上面說 我要用GPU 丟個字串給它 它就弄在GPU了 OK 那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再來講一下 OpenMino它怎麼做的 它就是說你把訓練好的模型 它可以經過我們一個核心的工具 叫做Model Optimizer 把它轉成中介檔 那這個中介檔為什麼叫這樣子呢 因為 每個不同的硬體呢 他們裡面的機器碼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很像那種 Java的Bycode 或者是Python 這種Interpreter 它要把它轉成這種 這個Interpreter 讀得懂的格式 它就是中介檔 然後呢你再丟給OpenMino這些不同的Pugin 把它轉成相對應的機器碼 它就可以很快的就是Rong 在這些不同的那個加速器硬體上 所以 你這個 把它就是坦派合成不同的 硬體可以Rong的Code 它叫做OpenMinoRong Time 這樣子 那 就是這個是我們剛剛提到說 你直接用Pytosh去Rong在Intel的CPU 或者是用OpenMinoRong在Intel的CPU 它就是因為有這個OpenMinoRong Time 所以它可以讓它速度變快 那我們再回到就是說你可能2018年 你需要先把你的DeepLearning模型轉出來 你才可以做AI 那OpenMino現在呢 這個是2018年的情況就在左邊這邊 訓練好的模型 那現在其實OpenMino裡面呢 就是每一季都在增加很多模型 它已經有Support就是將近300多個 已經轉好的模型 那從什麼呢 這邊你那邊看到的是影像 我這邊忘了放 就是說你聲音進來也可以 你文字進來也可以 那你的輸出是影像 你也可以輸出是聲音 也可以輸出是文字 那聲音就是像我們對話機器人 你可以對這個筆電講話 然後它會把你的聲音變成文字 然後你在經過那個圓模型 我們常見的BERT 去做一些文字的處理 那你再可以把這個處理完的文字呢 變成聲音 我舉個例子 我們之前有做一個中文的對話機器人 就是說你問他說 大麥克多少錢 好 那我就把麥當勞菜單呢 丟給BERT去讀一下 然後你就 那個語音辨識呢 就會把大麥克多少錢 變成文字 丟給BERT 然後BERT他讀過麥當勞菜單 他就跟你說 麥當勞這個大麥克是72元 他變成文字72元 然後呢 他再把72元變成聲音 講出來這樣 所以OpenMino這些事都可以做的 OK 那我們再往後看 對 那我們大概有一點概念之後呢 接下來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說 好吧 OpenMino OpenMino要不要錢 其實OpenMino 在他的名字裡面呢 就有一個open這個字 他就open source 然後這是他OpenMino的github 其實你只要用google 你就github OpenMino toolkit就會找到這邊了 那其實OpenMino toolkit下面有二三十個不同的reparter 那像我剛剛提到的270個demo也是這個openMino toolkit的一部分 他其實不只包含inference 他還有那個就是資料標記啊 全景相關的 所以在這邊呢 你就可以把你那個想要改的code就可以commit上去 他是open source的 那這個是我想要的終極目標啦 就是大家可以用 那其實你也可以commit在這邊 那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用到你的那個 就是你的貢獻這樣子 OK 那有了這個github之後呢 其實另外一個重要的地方就是你要有地方可以問問題 那你只要在google 就openMino toolkit forward 你就可以問問題 那這個是一個24小時運作的那個forward 因為我們全世界都有不同的support的人在那邊 所以24小時都會有人回應這樣 好 那這邊是就是給大家一個openMino的概念 就是說它是一個最佳化工具這樣 然後有很多既有的AI model 你馬上就可以拿來用 可以在你的筆電上學習一些AI 那接下來給大家一個概念 這東西它要怎麼用 那其實你要使用openMino它很簡單 就三個步驟 模型建制 你以前要trainmodel 現在不用了 你就去那個openmodel rule 那將近300元model 你拿來用 那再來就是剛剛講的 你要把模型轉成中介格式 那再來就是你要去run它在不同硬體上 用openMino run time 就三個步驟就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openmodel rule 它有200 就是將近300個model 所以我們有一個工具層次 叫做OMZ Downloader 你只要跟他說 我要做一個影像辨識的model 叫做MobileNet V2 那就把它下載下來 就是你已經train好了 那第二步呢你就用那個OMZ Converter 然後你用一樣的名字 那我就可以把它轉成 我們那個叫IR格式 就中介格式這樣 那這個時候你還可以同時指定說 你的那個資料的格式是 32美元浮點還是16美元浮點 這樣就把第二步做完了 那第三步呢 這邊大概有20幾行的那個python code 那這個python code在做什麼 它就是把openmodel的這個核心把它就是 創建出來之後呢 它把這照片讀進來 然後去執行這個剛剛的這個 MobileNet V2的 inference 然後呢它就會輸出結果 那它輸出什麼東西 它會輸出第一個是 它的在Image內 1000個類別的是哪一個類別 然後它後面會輸出說 這個類別它的信心度是多少 所以它 比方說它類別511 它的信心度12是最高嘛 那你511如果去對應到ImageNet 它就是一個敞篷車這樣 它覺得這台照片 是一堂敞篷車 它就已經做完AI了 那這個是一個最簡單 就是三個步驟 你兩個坑面 21行code 那我們快速看一下 它這個code裡面 它用了那個opencv 然後lampy 然後openmino一些標準元件 因為你照片進來 你可能這個模型 它需要的是22424 它可能是1000x1000 然後你要resize 那有一些核心的部分 那你去instance一下這個code 然後再來就是用code remodel的這個方法 去把model讀進來 然後opencv把照片讀進來 那因為你model它要有一個batch 一般我們就是那個寬度高度嘛 然後跟RGB 製造格是這樣 那可是你diforditymodel 它多一個batch在前面 所以它就用NpExpand 去把它前面加一個 那你把它的那個 一些前處理的參數把它弄完之後呢 你要compile model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那個openmino runtime 它要把這個 跟機器無關的中介碼 透過這個compile的動作呢 根據你指定的硬體 這邊是CPU 去把它轉成機器碼 你可以把它改成GPU 就可以弄在我們處理器裡面的內建GPU裡 你把它改成VPU 它就會弄在VPU 非常的方便 那你model已經轉成機器碼之後 怎麼去執行它 你就call一個info request 它就會弄出來了 那你再把它的輸出結果去passing 它這邊就是排序嘛 去排出那個最大值 就是conference這邊最高的 那你就可以看像436 它也覺得它是這台車 所以前幾個類別 這個模型還蠻準的 就是這是某一種車這樣子 那這三個步驟呢 就可以讓你很快速的去開始學習AI 你不是說只看到這個書 說影像辨識影像辨識 那我還要煩惱 要花個50萬去加環境嗎 很麻煩 那我加完環境之後 怎麼兜出這個程式 你還要先學一下PiTouch 還要先學一下T&T Flow什麼的 那你要去搜集資料 你還要trend 你可能就兩個月過去了 那你把這個openmail裝完 跟做完這些事情 你可能兩個小時就做完了 而且筆電已經有了 或桌機已經有了 你不需要花很萬的錢 很快速的 就可以開始去做你的AI的一些實驗 這樣子 好 那最後這邊就是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剛剛那個看起來很簡單 那其實openmino的openmodel 那個錄裡面有很多的demo 那比方說這個是一個 那個馬路的那個demo 然後像這種就是文字辨識 好那這個是我們就是大陸同事 他在那個配套配套 然後用語音辨識 然後這個是大腦的那個brain tumor 那個叫做大腦腫瘤 然後還有human pose這樣 好那這邊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openmino不是只有在Windows可以跑 因為他open source Linux跟Mac都可以 對那MacN1不行 因為他不是IntelCPU這樣 OK好 那他可以support Python C++跟C這樣 你只要筆電就可以跑了 好那今天可能來不及提到就是說 其他還有很深入的部分 我們全部都open source 好如果你要做一些研究的話 現在比較熱門的就是模型壓縮 好不管你是Beastity pruning 或者是contellation 我們都有相對應的工具這樣 好那我快速的 run一下demo 看喔 像這邊就是我在筆電啊 那 跑回去了 那我這邊就是想要run一個openmino的這個 有沒有這個是執行檔 有點大 然後這個是剛剛 這個是一個human pose estimation model 那我只要把相對應的那個 程式碼按好 就出來了 在這裡 對那這個是一個human pose 那可能位置不是很好 好所以真的你在筆電上 大家可以看到可能這手機啊 或者是不同的環境下 這個都可以run 這個 好 那 對這個 因為時間 可能不太夠 我趕快run下一個 那這個是 對很方便的 不便是 好他沒有在那裡 你可以看到說其實他這個 有我的年齡性別 在上面 這是男生 30歲 謝謝 很開心 然後左下角是他的情緒 這樣子 對那其實你看喔 你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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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四五個 你要想一下 你要想一下 你拿到的 你拿到的sample code 都是一個model 你怎麼把他都在一起 對那你用了這個sample 去 你就bue過 就可以開始run了 那你可能可以把他的那個 情緒的模型 改成你自己的 你覺得他只有三個不夠 我要五個六個 對那其實你可以很快的就上手了 那我剛剛 那我剛剛還有提到說 我們有語音嗎 我們有語音嗎 好 那語音其實這個 這個 我這邊 我這邊已經先轉好了 可以大家聽一下 這個轉好了 沒有聲音 好 沒關係 那我想要秀給大家看的是說 這個其實蠻快的 這個其實蠻快的 好那它是一個 已經變式的模型 是已經變式的模型 呃它是是從文字變語音 它是從文字變語音 那我昨天努力的去踹出這個 炎陽大 那剛剛那個WAVE 那剛剛那個WAVE應該是炎陽大 好沒關係 因為我們時間不夠好 那我們可能會後再來看一下 會後再來看一下 是是 是 有 有 有 就是 Deeper Speech 還有好幾個 就是 Deeper Speech 還有好幾個 那個 那個 有兩三個這樣 對 有兩三個這樣 好 那 對有 有兩三個 那我們再來講一下 就是說這個最後一個 最後的部分跟大家做一個 Summary 這個會有 Echo 那是不是要先把那個關掉 沒有用 最後一分鐘 對 那我剛剛講 就是我剛剛講了很多呢 其實就是給大家一個概念 那我想就是說 你要開始去學AI 學好的工具非常重要 那OpenMino就是一個好工具 可以讓你還是簡單的就上手 那你自己學其實是不容易的 那你自己學其實是不容易的 那我們 如果你有一些同學 有共學或社群 那這個會讓你整個學習更有興趣 那這個會讓你整個學習更有興趣 對 那你要讓學習更好你要有個目標嘛 所以 最好的方式就是說 你去找AI專案或是參加比賽 就可以讓你去知道學習 你有目標 然後哪邊很有趣 然後你要找一群人一起來做 那 Intel 我們在年底會辦一個Dev Cup 那到目前 到今年的10月11號 就結局報你 那大家可以去搜尋一下 Maker Pro這個 Intel Dev Cup 總獎金是100萬 總獎金如果是10座組第一名有30萬 概念組才8萬 對 那最重要的是呢 比賽是一個目標 那我想要學習 你來參加這Dev Cup 你來參加這Dev Cup 我剛剛講的東西 我們就一個很完整的課程 在右下角 你只要去報到右下角 那這邊有一個 就是3600元的課程 就是3600元的課程 那我剛剛給大家一個概念 那我剛剛給大家一個概念 那戲庫的部分就要去這個地方去上 那戲庫的部分就要去這個地方去上 那我可以來不接來不接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對 那我也要謝謝大家 那因為我們 我們這場可以到四點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可以看到兩個問題可以講著 那剩下時間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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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可以再跟你們兩個另外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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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會 對 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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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阿林會不會教證 不確定 他應該不會 他應該也不會 那 那 OpenMino呢 你可以 我們2017年開始做的時候 他只有support兩個model 一個叫Alex內 一個叫SSD 好 那到現在我們support300個 好 那就是說 你不管用哪一個工具 好 你只要不是 這個工具support的model 都會有你講的那些問題 都會有你講的那些問題 好 然後呢 像我們呢 要support一個model 我們宣稱說這個model support 那我們宣稱說這個model support 那我們其實有一組人 二三十個人 確定說 開拓確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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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OpenMino的CP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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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二三十個人會做一個 一計以上 對 對 所以不管什麼工具 都會有轉換的問題 那我們已經有 大概兩三百個model的經驗 我們已經有大概兩三百個model 我們都會有辦法把它轉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